大家好,歡迎收看VG硬件開箱,我是Van仔 今天在大家面前就是一隻PRO的FORCE 一隻入門級的GAMING MOUSE 它主打了一個LED的外形,加上一個靜音的滑鼠按鍵 作為一隻入門GAMING來說也算是有一點賣點 事不宜遲,馬上來開箱了 畫書就拆了出來,大家看到沒有Menu,沒有User Guide 只有一個滑鼠,所以現在就馬上去講一下滑鼠 滑鼠的設計方面,用了一個對稱的設計 一個右手尊重的人體工學 所以左邊的部分有4號和5號 高度方面是中庭,屬於一隻掌握式的滑鼠 表面方面用了一個防滑膠漆,再加上一個雷射雕刻的網紋設計 之後就會有些藍光或綠光透出來 而中間部分有一個DPR的轉換 由800,1200,1600和2400的轉換 中間的部分有一個滾輪,滾輪上面有一點紋理 對,讓回復畫之用 當插了燈之後,大家看到它的網紋上面 基本上是中央部分有一個很強烈的燈光效果 旁邊部分就會開始漸變淡色 除了LED之外,Force的最大麻點就是用了一個靜音的按鍵 大家可以聽一下,左鍵和右鍵的聲音都是非常低的 而4、5號鍵也是用了靜音的設計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晚上打遊戲的話,就非常實用了 這次介紹差不多了,來回總結 PolarFrost以靜音按鍵作為賣點 而它的LED列文效果非常搶眼 看型方面,滑鼠的尺寸不算大 手感屬於掌握式的設計 作為一隻入門級的Gaming Mouse來說 它又採用了一個4段式的2400dpi雷射感應器 可以滿足一般的遊戲需求 滑鼠的定價就會是138元 喜歡發光款,又要晚上打遊戲不能吵人 4S就算是一個比較便宜的選擇 這次介紹差不多了 還是那句,like我們的影片,subscribe我的頻道 留意我的facebook 下次見,byebye